對阿財 親生細語 什麼事情都順著他 然後什麼事情都說好 那是人好 謝謝你了 太吃了 對 我就是白吃 你笑起來看你 真好看 希望你能吃到晚餐 你要用這條去找嗎 哈囉 歡迎來到 今天日常 我是TY 今天呢 我來吃一間 我以前就從來來吃 然後我的現實動態也從來PO 但是我前幾天發現 我竟然沒有拍影片 所以呢 今天就想說 來吃一下這間湯站 那這間呢 是台中才有的樣子 然後它是清井澤集團的 跟茶流還有一級壽司 湯站 都是他們的品牌 而且這間很特別的是 它旁邊就開茶流 是今年初才開的 那湯站呢 已經開了一年左右了 應該一年多了 我也忘記了 反正就是這一兩年才開的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主持 阿財正在停車 因為呢 很多人說我對阿財 就是兇巴巴的 對他講話都很不客氣 但前提之下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每個人 檯面上跟檯面上的下處 當然是不一樣 就像上次 我們去搞美食地 然後我跟他講說 你要好好拍喔 但是我也不一定會用 但私底下我剪片的時候 我就是跟他講說 欸 你這次拍得很好耶 也有稱讚他 只是那些沒有在檯面上表現出來 然後很多網友就很生氣 嗯? 是怎樣? 什麼意思? 所以我就想說 今天呢 拍一間火鍋 好像有點無聊 所以 今天的主題就是 對阿財請生氣 什麼事情都順著他 然後什麼事情都說好 然後 很親切的跟他說話 不知道他會不會發現 我今天很乖乖的 他現在就停車 所以我們等他來的時候呢 我叫他跟他說 欸? 5點55分了 我們6點吃嗎? 他一定會覺得我怕 是不是? 阿財已經來了 嗨 嗨 在幹嘛? 沒有 幹嘛? 我不知道一下幹嘛 我想說我開場完啦 然後你又來 我就想說打個招呼啊 那我來一個特別的開場 好啊 沒問題 大家好 請問你要吃什麼呢? 我很想吃他的剝皮辣椒 其實 好的 沒問題 然後跟他的那個 那什麼肉 沒關係 你想吃什麼都可以喔 冷藏肉 喔 冷藏肉嗎? 對 阿財呢 說他想要吃 冷藏肉 然後他很特別的是 他這邊呢 有分冷藏肉跟冷凍肉 那他冷藏肉就表示呢 他不能存放太久 所以相對肉質就會比較新鮮 他這邊的飲料呢 原本是用玻璃杯裝 那他現在可能想說防疫的關係 所以他就用塑膠紙杯 不是不是塑膠紙杯 然後塑膠杯 然後有蜂膜 這樣可能口水就不會亂噴 這好像是冬瓜茶的樣子 這樣會不會又被環保摩人說 希望你能自動環保 也要用塑膠紙碗 現在人家店家就防疫嘛 就是有時候逼不得已 不需要 那麼苛刻喔 滿甜的冬瓜茶 我非常喜歡他這一間呢 是他的餐具 他餐具都非常的 很精緻 然後就是這樣花色 他連菜盤我看也是 這種花色 請問 好喝嗎? 好喝啊 我很喜歡他的冬瓜茶 冬瓜茶以前有機器的時候 要加一點水飯會太甜 因為以往呢 是他會附一個玻璃杯 然後給你一杯之後呢 他的醬料台那邊 就會有一個飲料機 你可以一直去裝 但是我們都會加一點水 因為他真的有點太甜 防疫的關係 所以你要續杯的話 你就直接跟他講 不用換了 這樣就好了 阿才說我的筷子掉下去 他想要去幫我換 真的是人很好 謝謝你了 我不要吃 對我就是白吃 你說什麼 我說每一次都很會喝飲料 沒錯 世界第一棒 好笑喔 他這裡總共呢 有分四個湯底 第一個是沙茶 然後 麻油 再來是燒酒 然後再來是鍋皮辣椒雞 那我覺得麻油跟燒酒 其實吃起來蠻像的 只是燒酒的酒味會比較重 但是麻油其實他也有加一些些酒 所以呢 如果有吃麻油跟燒酒的話 盡量不要騎車跟開車喔 那我來這邊呢通常都是吃薄皮辣椒雞 因為我覺得他的燒口很散 他跟萬克不一樣的是 萬克的它是比較屬於濃的湯頭 但是我覺得這間的薄皮辣椒雞是屬於比較清甜的 我蠻喜歡這邊的果具是因為它是生的 就不像一般是熄果很淺的那種 你現在湯就沒了 我很愛喝湯 所以呢如果吃到很淺的果 我就要一直狂加湯 現在很多火鍋店呢都會放烏骨雞 但是這間呢是土雞 烏骨雞它的碎骨頭就會比較多 現在呢連醬料糖他們也沒開放 所以呢另外跟它要醬料 然後我都會加蠻多蔥的 再來就是它很特別的是 它的薄皮辣椒雞呢 它會附一個薄皮辣椒醬 它這個醬吃起來就很像薄皮辣椒罐頭的那種口味 然後旁邊附的是胡椒鹽 我兩個都蠻喜歡的 再來就是它的菜盤 我有說到我蠻喜歡它的餐具 因為都是這種花色 看起來就很漂亮 再來呢是白飯 只有它的沙茶鍋呢是用銀色的那種鐵鍋 這個呢就是冷藏肉 它就用這種盤子 不過呢我自己是吃冷凍肉 蠻喜歡吃有點嚼勁的肉 它的湯呢真的非常的清甜 好甜喔 它的辣大概介於微辣到小辣中間 如果喜歡吃蔥的話 建議可以跟它要那個蔥 因為我覺得加蔥下去它的湯口會更甜 然後有另外一種香味 喝下去會感受到甜甜的感覺 然後等到你吞下去的時候 那個辣水會散開來的感覺 謝謝阿財 煮了冷藏肉給我吃 現在來吃吃看冷藏肉喔 沾一下剝皮辣椒醬 哭哭的 很像你在吃牛舌的那種嚼勁 但是它的流發就會比較多 就是你很容易吃到一塊肥肉 我現在把這個炸蛋丟下去 但是我真的覺得不要太久 就讓它有泡到湯汁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超過十秒 而且這個有一個點就是 如果你把這個炸蛋丟下去之後 你的湯就會浮一層油 因為這個蠻油的 然後我就會把它給我的五焦粉 撒一點下去 我喜歡吃剝皮辣椒的人喔 要趁它還沒有滾太久的時候 把它的剝皮辣椒盛起來吃 不然到後面就會滑皮喔 我的肉已經來了 然後這就是冷凍肉 分量大概是十片左右 沙茶鍋的人 因為它的鍋底沒有雞肉 所以它卻會比較大盤 但是我覺得 我數一下喔 2 4 6 8 10 12 14 然後多大概四到五片 所以如果你想吃比較多肉片的話 你就點沙茶鍋 那如果你想要吃雞肉又想要吃牛肉 兩種口味的話 你就可以點剝皮辣椒 或者是麻油跟燒酒 但是我覺得那個肉片的盤子啊 只是續張聲勢欸 它真的只有多五片欸 但是看起來好像會多一倍的感覺 那是因為它點 蛤? 點 喔怎麼多一倍 阿彩說的都對了 阿彩剛剛說 那個有多一倍 我說怎麼會有多一倍呢 他說 喔 是半倍 沒錯就是半倍 吃半功倍 喔 吃半功倍 阿彩說的對 請問你在笑什麼呢 笑什麼 怎麼了呢 你笑起來看 真好看 怎麼了啊 笑你吃半功倍 沒錯 我就是吃半功倍 這蛤蟆超新鮮的 煮舌頭了 它這個雞肉呢 是半熟的 所以你要煮滾了之後 大概三分鐘到五分鐘再吃 肉會比較多 那萬克就是烏骨雞 它的肉就比較扎實 然後碎骨頭比較多 很容易你吃一吃 然後就咬到一個小骨頭 它的肉質算不錯 大家這樣看應該看得出來 蠻分明的 不會黏著骨頭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們說 一整晚飯有時候 我就會加一天湯 嗯 好香喔 我還會再加一些青蔥 但現在要跟它要味 很多不好意思 所以就直接這樣吃 而且以前火鍋剛流行的時候 大家都只會吃什麼 昆布鍋 然後泡菜鍋 但是現在的湯底 真的是千變萬化 但它這一間的湯底呢 我覺得沒有很多啊 但是我覺得它肉質是不錯的 而且它裡面細分 然後跟座位都很舒服 然後也很寬敞 很像茶溜的感覺 它就是咖啡色的青蔥子 因為青蔥子都黑黑的啊 它飯後呢 會送一個梅子醋 解膩解膩的 解膩解膩 它晚上這裡其實很漂亮 因為會有其他的燈 而且超多人在等了 阿山好像沒有發現 今天有這家講話特別清晰 所以我現在來問它一下 你有什麼話想要跟大家講嗎 它一直都是我很推的火鍋啊 所以不用多講 啊 啊 我知道了 什麼都不不說 不是 就是來吃就對了 喔 阿財說得對 希望大家趕快來吃喔 那你們覺得 有今天對你講話特別的親切呢 很親切啊 但是很不習慣 你這樣講話人家也會說話 他對你也會很兇 沒有喔 他沒有對我很兇喔 你自己跟大家講 是私底下相處 跟影片上不一定是一模一樣 當然有時候就是 需要這樣比較 比較浮誇的方式來 跟人家相處 影片會比較好看 因為今天我就是呢 特地想說 對你講話輕輕一點看 你會不會發現呢 你說什麼都對 對 白癡喔 對我就是白癡 這樣大家不知道會不會開心一點呢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不要按讚 還有記得追蹤我們IG 我們超級見 拜拜 拜拜 我們有 我們有 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定位 哇喔 阿財真的是喝得很快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人喔 阿財